监听风暴越演越烈 警察总长黄世民表示 0972立院总机录到的都是空白声音 今天内政委员会也实地走访了高等法院 和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 了解监听流程 而被问到是否有可能录到空白档案呢 相关单位的说法似乎和黄世民有所出入 监听风暴立法院人人自为 内政委员会为了了解监听流程 第一站就前往高等法院 要视察通讯监察管理系统 抓出程序 随后立委又前往第二站 刑事局的通讯监察中心 也就是专门负责监听的单位 要搞清楚0972的立院主机 录到的究竟有没有可能是空白档案 有光碟就表示他有录 有录就表示这个电话有通话 有通话除非是通话 互相都不讲话 否则就不会是空白 所以这和总长的说法似乎相差蛮大 是 所以我们觉得很怀疑 说这个 总长的说法会是一个事实 拿到光碟就代表一定 有通话有录音 唯一的空白可能就是双方都没有出声 这和检查总长黄世民的说法似乎逗不起来 立委也追问通讯监察中心 但回答似乎有难言之隐 在他们两个接通的同时会复制一份讯号到我们通信案中心 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去知道他的内容是不是有说话或没说话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你是有启动的才会开始录 对是 没错 好 了解 所以如果要录到空白只有一个前提 我们俩通电话会不会跟我讲话 然后就这样就这样 内政委员会的立委强调会继续追查 绝不能容许违法检听的发声 有点TV有家伟主席于台北报道